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香蕉超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我的Poker Vlog第32集的视频 希望大家会喜欢 今天这场牌局的忙住级别呢 依然是50,50,100 我一开始的买入是2万 但是牌局刚开始没多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大家的怂恿之下 我是莫名其妙的买入到了6万 那就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牌局吧 今天分享的第一把牌 就是我和江南大叔的一个激烈碰撞 这把牌我下架是有double straddle到200的 翻牌前前卫的江南大叔林普200 庄位也林普200 大小盲都弃牌后 我在straddle位置拿到了K圈不同色 选择做了一个大尺度的挤压到1600 随后double straddle跟注 江南大叔跟注 庄位跟注 四人底池 这里底池就已经来到了6500 翻牌是来了164两个红刀 这里先说一下三个对手的后手重码分布 double straddle是还剩下9000左右 江南大叔是11000 庄位则是稍微多一点 有差不多2万左右 都是SPR基本见红的这么一个状态 没办法 我这里只能先选择过牌 double straddle也过牌后 江南大叔是肯定会有行动的 他下注了2000 庄位马上选择了弃牌行动 再次回到我这里 由于这个牌局 这手牌也才刚刚开始 又是对上我们的江南大叔 我在思考片刻后决定尝试做一个波动 我直接喊出了all in double straddle棋牌后 江南大叔虽然是思考了一会儿 但他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跟注 他的手牌是六七黑桃铜色 那我们最后决定两次发牌 第一次没有能帮助到我 第二次转牌是一张圈 是让我们是让我和江南大叔 平分了这个两万多的大底池 第二把牌 用A5黑桃铜色开持500 江南大叔跟注 double straddle跟注 三人抵持 翻牌是来了A94 全部方片 若顶对A 多人抵持 又是全色牌面 这个时候不过牌 什么时候过牌 我选择过牌 江南大叔打400 double straddle棋牌 我自然是跟注 然后转牌是一张红桃七 我继续过牌 江南大叔继续打 这次他打1000 那我继续跟 最后合牌是一张草花A 我再过牌 江南大叔再打 合牌 这次他打了3000 我轻松跟注 我跟注后 江南大叔埋牌 就这样 在轻描淡写间 江南大叔又给我们送上了一个 五位数的万元底池 在分享今天的第三把牌之前呢 有一个普通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要告诉大家 普通消息是这场牌局在这个时候 忙住已经变成了100 100 而坏消息则是呢 在这场牌局之后 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能再次展开 不过没有关系 我一定会再寻找到全新的牌局的 让我们先来看这把牌 翻牌前我在COA用K4黑桃铜色 加注挤压到400 小忙的江南大叔跟注 单挑 翻牌是来了K13彩虹面 我持续下注小注400 江南大叔跟注 然后转牌是一张9 勾圈的顺子到了 虽然面对到的是江南大叔 我还是决定在这个转牌随后过牌控持 最后合牌是一张5 在江南大叔再次过牌后 我选择下注了1000 江南大叔跟注 我秀K收下底持 今天的第四把牌 翻牌前我在前卫用A10草花铜色开持300 Hijack的江南大叔跟注 专位跟注 大忙跟注 四人底持 翻牌是来了A92彩虹面 非常干燥的一个翻牌 那我身后有江南大叔在 自然不需要我打 过牌就可以了 但是这次江南大叔在我们过牌后并没有下注 也选择了过牌 反倒专位的玩家打了一枪400 大忙跟注 我这里可以加注 可以跟注 这次我选择了跟注 江南大叔也跟 继续四个人看转牌 然后转牌是一张7 那既然翻牌上我没有下注 转牌自然也是继续过牌 又再次过牌到专位的玩家的时候呢 他又打了一枪1600 大忙气牌 其实这把牌进行到这个时候 我已经开始有点警觉了 毕竟连续下注的不是江南大叔 而是专位玩家 这里呢 我还是决定再跟注一次 计划如果在合牌 专位玩家还能下注半吃以上的话呢 我就选择弃牌 在我跟注之后 江南大叔也还是跟注 三人看合牌 最后合牌是一张圈 在我和江南大叔都再次过牌后 专位玩家是下注了三千 半吃不到 这下就令我非常难受了 这里专位玩家面对到江南大叔 还在底池里的情况下 连开三枪是几乎不可能有炸虎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把牌 即使是面对到如此诱人的跟注赔率 这里也应该是要弃牌了 只是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最后还是选择了跟注 在我跟注之后 专位玩家是秀出了七九两队 赢下了底池 这把牌确实应该检讨 第五把牌 我依然在前卫开持三百 这把牌的棋手牌是A钩方便同色 随后中卫的江南大叔跟注 CO跟注 小盲跟注 大盲跟注 五人底池 翻牌是来了圈八四彩虹面 其中有一个方便 正是因为这张方便 让我走上了不归路 因为这个时候大盲玩家 在中间位置跳出来 零打了七百 那一般这种盲位玩家 Dunk的牌力一般都不会很强 而我们这里有A嗨的后门花 后门顺 又是前卫比较强的范围 于是我决定在这里加注到了两千 在我加注到两千之后 小盲玩家冷跟了两千 大盲玩家呢 则是如同我猜测的那样 马上选择了弃牌 然后转牌是来了一张红桃K 这里我看了一下小盲的后手 差不多是九千左右 而此时底池是六千两百 于是我决定在这里下注两千八百 传达给小盲的一个信息 就是跟注转牌的话 盲牌就要游戏全部筹码 这样也可以给到小盲的一些 圈插牌型最大的压力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盲玩家说不用麻烦看盲牌了 他马上推出了他的全部筹码 吓得我赶紧选择了弃牌 今天的第六把牌 我在CO为骑手K圈不同色 面对前面有两个Limper的情况下 选择加注到五百 小盲的江南大叔跟注 大盲这个时候做了一个 所有bet到两千五百 尺度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里大盲的后手 差不多有三万左右 非常深 于是我选择了跟注小盲 弃牌单挑 翻牌是来了勾六七彩虹面 大盲持续下注小注一千八 那这里我觉得转牌的出张 只要是围绕着六和七的 比如说像五八九包括十 也包括发重叠的六或者七 都是有利于我们CO为 平跟所有bet的范围的 加上我们本身就有两高张 后门顺的概念 加上对手下注也不大 我们还有位置 种种理由 我决定跟注缠打 然后转牌是来了一张十 我们增强到了两头顺听牌 同时牌面上面 八九的顺子也到了 大盲这里也选择了过牌 那我们既然在翻牌 选择了跟注缠打了 那在这个转牌 自然是要开始发动攻击了 我在转牌下注五千五百 大盲思考了许久 选择了跟注 最后合牌是一张八 牌面形成了单九顺 而我们仍旧还是只有一个K嗨 完全没有消档价值 在大盲合牌再次过牌给我们之后 留给我们的选项自然只有一个了 我眼睛一闭推出了all in 在我推出all in之后 肾上限速飙升 心里疯狂默念着 弃牌弃牌弃牌 最终大盲仿佛是听到了我们心中的呐喊 选择了气牌 在大盲气牌后 我也是赶紧把牌埋进了牌堆 OK那今天这场牌局的首盘飞翔呢 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这场牌局的买入是六万 卖出了七万五千六 是水伤了一万五千六 不过这也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在种种不可抗力的阻挠下呢 牌局是已经散了 我只能再去寻找全新的牌局了 不过大家放心 我可能牌打的一般 但是我的找局水平可是一流的 喜欢看这样首牌分享的观众也得记得 呃订阅按赞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了 让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 拜拜